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中文社区如何与广大高校 企业 公益学校等等 协作推动教育公益 培养技术人才 以及我在业余时间和一群有趣的朋友如何营造一个开放社群 它叫开源市集 我们去点亮更多有趣的灵魂为社会创造价值 希望我的分享能够让你产生一些共鸣 2015年7月19日 我偶然遇到了一位特别的公交车司机 被他积极的生活态度和工作态度所打动 我谋生了一个想法 为普通人打造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 传播普通人的美好的故事 随后我开启了社群营造之路 接着呢从传统行业转行进入互联网行业 我的人生轨迹也由此发生改变 这是我在进入开放社群之前 Pray Day One的故事 很开心直到今天 我依然保持着这份帮助普通人的初心 因为有这样的初心 所以当我在第一次听说Freakow Camp 这个由Kunzi Larson在2014年创立的开源公益社区 直到他通过免费教育 帮助很多人去改善生活和工作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兴奋 然后也幸运地在2016年 参与创建Freakow Camp中文社区 将他免费的优质的学习资源 分享给国内的学员们 2018年12月在北京 Freakow Camp创始人Kunzi 他跟我说 尼日利亚的一位小伙子 他因为买不起电脑 而在一台老式的诺基亚手机上学习编程 随后成为一名安卓工程师 跟哈佛和MIT的人们一起远程工作 并且世界上有很多人都是这样学习编程的 我当时觉得非常震撼 我想在我们国内 是不是也有很多这样的年轻人 他们渴望学习和改变 那我是不是能在更大的范围内 去帮助这些人呢 2019年加入Freakow Camp团队 即使你还没有在Freakow Camp学习 你可能已经在很多地方看到过它 它长期是GitHub上面 Star最多的一个开源项目 同时在LinkedIn上面 也有超过21万人 在个人资料中介绍自己 是Freakow Camp的校友 那Freakow Camp是如何帮助人们 免费学习编程的呢 它有很多方面 这里呢我主要介绍 我们的四个支柱 第一个支柱是交互式课程 包括十个认证课程 时长三千小时 你可以在学习课程之后 免费获得认证 我们正在将Freakow Camp的Python课程 扩展成为完善的数据科学课程 我们的目标是让世界各地的人们 都能够以一种有趣的互动方式 免费学习这些高等数学和机器学习的知识 以及数据科学家们在该领域实际运用的知识 我们的第二个支柱是专栏 所有的文章都有我们的编辑团队 精心策划和检查 涵盖的主题从计算机基础 各种技术概念到项目构建 这也很有点像面向开发人员的学术期刊 第三个支柱是Freakow Camp的论坛 这里长期都是网络上 氛围最友好的讨论技术的地方之一 第四个支柱是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有将近600万的订阅者 发布了大量有软件工程师 或者大学教授们录制的视频教程 在2021年Freakow Camp 依靠全部的运营预算 75万美元 提供了超过21亿分钟的教学 相当于每亿美元的捐款 帮助世界各地的人们免费学习 编程将近50个小时 正如我们的创始人昆西所说 Freakow Camp之所以能够实现这些成就 是因为社区有成千上万的贡献者 资源贡献者们正在将Freakow Camp的学习资源 翻译成数十种语言 其中六种已经上线 包括简体中文和繁体中文 学员们在世界各地自发成立了上千个学习社区 举办Meetup 黑客松 技术大会等等活动 互相帮助学习编程 而Freakow Camp中文社区 在与广大的高校企业工艺学校 协作推动教育工艺 培养技术人才的同时 也基于开源最佳实践 打造开放的本地IT社区 为社会创造价值 从2016年开始 学员们在十多个城市创建生区 每月每年组织了大大小小的分享会 黑客松等等活动 带动本地的技术氛围 众多的高校和工艺学校的同学们 自发组织学习小组 在Freakow Camp学习 并且互相分享经验 比如说重庆大学的技术社团 在暑期组织了学习打卡活动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的技术社团 持续地组织编程训练营 并且邀请社区的开发者们 作为导师给同学们指导 工艺学校食物学堂的同学们 在2021年中文学生开源年会的演讲中 也分享了自己在Freakow Camp学习的体验 在中文社区营造的过程中 我总结了三个关键词 第一个关键词是故事 从2015年营造社区的第一天开始 我就很容易被故事打动 并且热爱传播美好故事 在各种场合去分享社区成员 或者是贡献者们的故事 大家也慢慢地从倾听者 变成了故事的传播者 并且主动和我分享他们的故事 那通过这样的方式 我们构建了一个有温度的社区 比如说尼日利亚的一位女孩 她在自学编程后 创办了社会企业 Great Africa 帮助其他年轻人学习 改善当地的就业情况 那工艺学校食物学堂的一位老师们 她们使用Freakow Camp课程 帮助打工子弟学习编程 帮助这些孩子找到人生方向 让我们看到了教育的另一种可能性 第二个词是同理心 很多人在初接触开源社区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不适应 开放式写作的理念工具等等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用每个人都能理解的方式 去解释开源 为开源去媚 这就非常重要 在过去的几年中 我和数百位贡献者去交流 引导没有技术背景的人们 参与开源贡献 比如说翻译内容 或者是组织活动 不断地去完善 贡献指南 帮助大家熟悉流程 同时也去了解 他们期望 从社区中获得什么 倾听是社区沟通中的一种 非常重要的能力 此外呢 同理心还体现在 你希望在社区中 别人怎么对待你 比如说友好 耐心 那么你就这样去对待别人 第三个词是可持续 在社区中有很多 所最繁杂的事情需要做 那保持初心和热情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是基于长期主义 坚持去做正确的事情 把自己可以控制的事情做好 社区会让你慢慢了解 你想去哪里 并且最终到达 此外呢 在一份有对任何人 都适用的行为规范的前提下 给社区成员尽可能多的机会 从做中学 也就是learning by doing 我相信发自内心的快乐 是推动人们 持续向善的动力 所以我总是提醒大家说 在贡献的时候 去选择自己喜欢的事情来做 在开放社群中的几年 有很多的年轻人 和我分享他们的故事 特别是诉说他们的迷茫 那回顾我自己 在开源社区中的成长过程 通过learning by doing 寻找到了自己喜欢 并且擅长的事情 利他而自利 所以我很希望 为更多的人 创造这样的环境 就和一群有趣的朋友 营造了开源市集 这个开放社群 那开源市集呢 它是一个以开源软硬件 勾益项目为主题的 勾益活动品牌 并且也是一个 以开放式协作为核心理念的 开源社群 那开放式协作 其实也是 开源社区的精神内核 这是我们五月份 在成都组织的 第五次开源市集的 现场照片 有摆摊的 有分享的 有玩音乐的 在我们策划好的各种活动之外 有人玩滑板 六猫六狗 或者是在现场 拌凉面给大家吃 或者是cosplay 大家都玩得非常开心 那我们觉得 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 开放写作的感觉 开源市集 它是国内第一个 从开源社区出发 联系了科技 人文艺术 环保等等 不同于有趣朋友的 这样一个社区 很多人给我们反馈 自己在这里的收获 有大学生说 自己在这里 看见了一个更大的世界 有一位朋友说 会把自己的所见所闻 去讲给老家的朋友们听 也鼓励他们参与开源贡献 这就非常好 那在开源市集 我们正在推动 和各类组织的合作 比如说和本地高校协会 企业这样一些组织的合作 那也会参与推动一些公益活动 或者是社会创新的行动 比方说制作面向中小学的 农村中小学的公益课程 编程的课程 或者是面向居民的信息化 素养工作坊 以及和气候变化等等 社会公共议题相关的活动 我们的世界正面临着各种挑战 充满了无数的不确定性 但是我无比的确定 教育是应对各种挑战的关键举措 而最朴素 最真挚的教育 就是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影响 我也无比的确定 青年具有深深不息的向善和创变的力量 所以通过构建一个开源公益技术教育社区 我们正在让周围变得更好一点 让社会变得更好一点 那通过构建一个更广泛的 帮助世界青年人成长的开放社群 我们也在让国家变得更好一点 让世界变得更好一点 我想以自己非常喜欢的一句话 来结束今天的分享 给世界带来美好改变 不是一个人做很多 而是每个人都做一点点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